美东时间9月29日晚上9点 2020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 在俄亥俄州克利弗兰医学中心CCF举行 网上流传华文段子说 该中心的心内外科25年排名第一 因此若是两位70后老人家 不管是谁气得心梗 他们都有能力就回来 原来以为是笑谈 但主持人在开场白中居然证实了这点 这场辩论对于两党来说 都是一锤定音一战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可谓万众瞩目 果然 当主持人克里斯话来是抛出第一个问题 还不到两分钟 双方就已经唇枪舌剑起来 尽管特朗普一如既往的气势逼人 不停插话 但是拜登也丝毫不落下风 常能温文尔雅 保持体面 超出预期 双方都是火力全开 老当义壮 非常激烈 在美东时间 晚上10点38分 双方才结束辩论 意犹未尽 下一回合将在盐湖城 届时两位候选人的副手 也将参与 预计将更有好戏可看 本场辩论一共六个话题 包括 特朗普和拜登的从政记录 联邦最高法院 新冠疫情 经济 城市种族和暴力 选举公正性 每个话题辩论时长15分钟 这样的较量对于两位七旬老人来说 无疑是体力与智力的巨大挑战 三位主角加起来超过200岁 辩论的首个问题是关于最高法院 以及大法官 艾米·威威安·康尼·巴雷特的提名 特朗普说 我们赢了上次的竞选 当然有权利选择他 拜登还是坚持 应该由下一任当选的总统来选择 因为这关系到未来 关系到医疗 他也提到了堕胎权 特朗普开始不断重复 他有权利提名大法官 我被选了四年 不是三年 特朗普的辩论 似乎不靠内容 而是说话密集 主持人华莱士提醒特朗普 让拜登讲两句 但是特朗普还是咄咄逼人 辩论二十多分钟 拜登最终忍不住对特朗普说 你能不能闭嘴 转头又对华莱士说 这也太不像总统了 随后 华莱士也忍不住说 先生 你是在跟他辩论 请让我问我的问题 第二个主要议题 是COVID-19 至今 美国新冠死亡人口 已经超过二十万 拜登指责特朗普的无为 并在压力下完全垮掉 没有任何计划 特朗普则是强调 他及时切断了入美通道 特朗普表示 他跟科学家们沟通过 马上就会有疫苗 拜登则对着镜头说 你们还相信他说的吗 在疫情上 他已经撒谎无数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承认 疫情的严重性 如果他还不变聪明点 更多的人 会因此而牺牲 一听到不聪明 特朗普瞬间急眼 马上转移话题说 拜登连学校名 都说不清 成绩在班里 不是倒数第一 也是垫底 你一点都不聪明 特朗普对拜登说 近期 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2016年和2017年 只报税750美元 特朗普说 自己付过上百万的税 但是在审计之前 都不能公开 这一理由 也是他从2016年起 就一直在用的 拜登指责特朗普避税太夸张 缴税金额 还不如普通教师多 特朗普接着说 作为一个商人 总应该找些途径少缴税 不傻的人都会这么做 特朗普问拜登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拜登立刻回击 你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差的总统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 拜登指出特朗普 浪费了前任总统打下的基础 而特朗普则表示 疫情前经济繁荣的功劳 都是自己的 拜登反驳道 特朗普在任的前三年 制造业一直不景气 而且外貌上 赤字也不断增加 种族和暴力 也是本次辩论的一大议题 在辩论前 就有评论员指出 华莱士把种族和暴力 归结到一个议题 本身就有问题 先是拜登称的朗普 是种族主义者 拜登和华莱士 试图让特朗普 在电视上说出 白人至上主义者 是错的 而特朗普 则左右躲闪 反问华莱士 举个例子 华莱士答道 Proud Boys 特朗普有些尴尬 只是说了句 好吧 Proud Boys 你们先站到边上 不过 人们也要盯着 那些安提法 反法西斯运动 这种近乎支持 法西斯的发言 显然也是震惊了 辩论对手 何主持人 在辩论过程中 拜登的亲情牌 也成了特朗普的武器 特朗普曾经称 军人们是失败者 拜登借此讲到了 自己的儿子Bow 曾远赴伊拉克战场 他不是失败者 而是爱国者 听到拜登 讲起来儿子 特朗普马上说到 拜登的另一个儿子 亨特拜登 并开始指控亨特 拜登则回应说 我的儿子 像我们身边的 很多朋友一样 有过毒品问题 但是他努力克服了 我为他骄傲 另不少观众奇怪的是 不知道为啥 拜登会主动提起 他的儿子 送给特朗普 攻击的机会 辩论的最后一题 是选举公正性问题 特朗普不断质疑 投票作假 信箱投票等问题 最终也没有明确表示 假如落选 自己是否接受并承认 这次选举的结果 拜登则表示 特朗普只是害怕最终的票数 整场辩论是分屏直播 一边是特朗普 一边是拜登 对比尤其明显 特朗普总是撅着嘴 斜眼看着拜登 而拜登则保持微笑 大多数时候是对着镜头观众讲话 特朗普在辩论中强化的技能 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期间 拜登在论证自己的观点 讲到第一点 如何如何 刚说到第二 特朗普就大喝一声 你才是第二 便把话接过来 说起了自己的那一摊 期间 主持人话来是 还问特朗普 要不要坐到自己 主持人的位置上来 辩论接近尾声时 主持人话来是 问拜登 要不要就特朗普所谈的问题 来发表一下回应 拜登表示 特朗普一直在乱说 我其实听不懂他说什么 话来是说 我也深有同感 这样的辩论 也难怪让美国观众 看得格外娇心 我只是觉得很伤心 这竟然是我们的国家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 看了15分钟就看不下去了 今晚主持辩论的主持人 对于中国民众也并不陌生 他就是已故著名记者 何王牌主持人 迈克华莱士的儿子 克里斯华莱士 现年72岁的克里斯华莱士 是名副其实的子承父业 他在过去17年来 虽然效力于 右倾媒体福克斯新闻 但他出任主持人 却仍能被两党买账 克里斯华莱士 在近年的民调中 被美国民众投票选为最受信赖的 电视主持人之一 但是否能震得住场 使各方幸福呢 经验丰富 小心谨慎的克里斯华莱士 也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中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不过 他貌似很难做到 每时每刻一碗水端平 在整场辩论中 有不少地方 没能很好把控 出于对特朗普所代表的价值观 和政策方向的反对和增恨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左翼主流媒体 在如今选战的决战阶段 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加入选战 并向拜登添送代药 华游在电视辩论开始的 72小时内公开发表社论 表示支持拜登当选 该报编辑部 你写的文章写道 为了驱逐现代最糟糕的总统 许多选民可能愿意把票投给几乎任何人 幸运的是 为了在2020年把特朗普总统赶下台 选民们不必降低标准 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前副总统乔拜登 从性格和经验上讲 完全有能力应对美国 未来四年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些挑战在不同程度上 都是现任政府制造 家具祸乎式 过去三年多中 多次被特朗普抨击 是假新闻和失败媒体的纽石 当然也不甘落后 更是已对特朗普 过去近20年来 个人报税情况的起底 突如其来地给拜登 送上了辩论时的谈资 和攻击特朗普的论据 不过 四年前也正是在这一阶段 媒体披露了特朗普 对女性不尊重的 劲爆发言录音 但在希拉里 和其支持者的百般追问下 最终都并未妨碍选民对他的支持 但四年后 在如今百年一见的 疫情危机中 这一现象将是否延续 特朗普的支持者 将如何回应纳税们问题 则仍待进一步的关注 对于拜登来说 由于他有着 近乎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 其在诸如司法改革 和外交政策上 都存在众多 备受诟病的地方 作为还击和调侃 不少共和党籍国会议员 甚至开始纷纷发表推文 直指拜登 1973年29岁 当选参议员时 他们要么刚学会走路 要么还未出声 辩论前30分钟 希拉里接受了MSNBC的采访 评论特朗普道 这位前真人秀网红的表演 要结束了 他总是不断重复 同样的情节 不要脸的撒谎 没话说了就攻击对手 没有能力 完整地回答一个问题 拜登对此了如指掌 全体美国人也都知道 你不可能永远说谎 也不可能永远逃避责任 最终 大家是不会买账的 希拉里还表示 自己也会非常有兴致地观看辩论 不像四年前 现在的特朗普已经有了前科 大家都知道 他这四年做得有多差距 美国本土某知名华文网站 在华一代中发起2020大选民调 结果如图 截至当日晚上9点半美东时间 参与调查1450人 特朗普目前获得接近7成的支持 最受中年华裔选民关注的话题还是美国经济 那么 在看完今天的辩论之后 你会改变想法呢 原媒体在此也发起投票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又会投给谁呢